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我是赤字星光的吴凡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关于火马脑这个矿石的一些功能的应用 那如果各位观众看影片的标头 那个标题进来 应该就蛮好奇说 什么叫UPUP呢 其实呢火马脑 它可以带给我们活力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你觉得你自己是星期一那种 Bloomante啊或者是说 你就平常自己活力不足 那火马脑呢不管你是携带圆框 或者是你的佩戴首饰啊 或者是项链那一类的 它都可以给你一些满满的活力 就像是你上班没精神的时候 你叫Air什么Wave 那个口腔膛这样子 那或者是说呢火马脑 其实它可以提升我们在 规防之间的一个情趣 其实根据一些身心靈大师的研究 就是他们认为说火马脑 它可以帮我们排除 那个个人在性层面的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障碍 比如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在 房事部分 比较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话 觉得自己火力不够的话 那其实呢你可以带个火马脑在身上 它可以帮你缓解这样的状况 所以不管是生活上的活力的UP 还是性生活方面的那些UP 其实它都是有这样的效果的 那另外一点比较有趣的是 有没有觉得办公室小人很多 那小人很多 基本上我们都会去什么 买一些防小人的东西嘛 不用其实火马脑就是一个 防小人的一个好工具 好矿石 因为其实火马脑在 370大塞的一些资深的研究人员上 他们有研究过就是 火马脑对于一些恶意的那种案件 就是比如说人家那种背后捅刀啊 让你莫名其妙背黑光那种小人那种行为 它可以帮助你去抵挡这样的攻击 那同时也可以把这些伤害 或者是那种恶意的伤害 来把它反弹回去 可是这种伤害不是说去反过来去诅咒他们 而是说呢 让他们意识到说他们在做一些对你不好的事情 那这几个要提供给大家 作为参考的一个火马脑的应用 那如果大家对于火马脑 有一些比较想要深入的了解 比如想知道他在一些基本特质上啊 或者是说生性国家上的应用 那欢迎可以看看我的另外一支影片 金矿神之源火马脑这支影片 谢谢各位